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长乔领数百人到场庆贺 年会中 新旧会长交接典礼 由经文处处长马忠林兼交 卸任会长肖朱林将应信交给再度接任会长的赖基玉 马忠林也代表乔委会吴欣欣委员长颁发感谢撞击贺涵 给新旧任会长表彰他们对台美经贸的努力与付出 马忠林表示 经过30年的发展 很高兴看到商会在社区内获得极高的认可 他表示 SVCACA and its event not only does it demonstrate how successfully this event was organized but also how SVCACA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community for what it has done and contributed to our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31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7 in Silicon Valley 卸任会长肖朱林表示 矽谷美华科技商会是湾区历史最悠久凝聚高科技企业的商会 会员涵盖了科技界与商界各领域的精英 过去30年来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和讲座 题材内容包括理财 医学 科技等等 除了增进会员的交流和联谊之外 也加会社区民众 并且致力扩大企业在业界的影响力 他也感谢他的理事团队的支持 使他在过去的一年交出亮丽的成绩单 新任会长赖基宇是玉华地产开发的董事长 曾经担任过两届美华商会的会长 他表示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 商会会承袭此前的传统 成为华裔企业家的互动平台 他强调 在商会内大家互相交流商机 寻找合作机会 对外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湾区的社区活动 因为乔界有不少慈善乐捐的活动 大家都可以踊跃参与 商会也准备了精致的美食供来宾享用 现场应邀表演的乐队以及专业夏威夷舞群 更是为年会增添了热闹欢乐的气氛 最后的抽奖活动也是大家所期盼的重头戏 抽出现金奖和机票时 大伙更是惊喜尖叫 长荣及华航两张机票 由当日两位幸运美女得到 年会活动在欢笑与祝福声中圆满顺利结束 本则新闻报导由新翼旅行社赞助播出